台飛雙方的平行調查現在已經告一段落 菲律賓調查團也預計在下午會搭機離台 而我方附飛調查團也會在中午返回台灣 但對於廣大信號到底有沒有闖入領海的關鍵問題 菲律賓調查團並沒有正面的回應 只長調呢 已經在台灣取得了相關事證 將帶回馬尼拉做進一步的分析 也會在台飛雙方合作的調查上 追究相關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受到司法部署的請求之後 從禮拜一開始一直到昨天為止 已經完成了我們手邊所有書證的遞交 其中這個部分比較專業的報告的本身 包括槍彈的彈道鑑定的報告以及解剖報告 而且也留下了或互相的聯絡資料 方便他們能夠在這個偵辦案件的過程當中 可以得到我們這邊全力的支援 能夠早日能夠發現真實 讓死者能早日得到公道 可譜